推特换帅 股价跌至一年最低 木头姐趁势增持于100万股 在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 辞去首席执行官义之后 该公司股价跌至一年来最低水平 方舟投资掌门人 有着女股神之称的凯倩伍德 趁此机会大举增持了推特股份 根据方舟投资的每日交易更新 周二 该公司旗舰基金方舟 创新ETF买入了623211股推特 方舟金融科技创新ETF买入了327160 而方舟下一代互联网ETF买入了161991股 以推特周二的收盘价计算 总购买价值接近4900万美元 就在伍德增持推特的前一天 多尔西表示 他将把推特的执掌权交给该公司首席技术官帕拉格·阿格拉瓦尔 多尔西2006年和他人共同创立了推特 现已将其建设成为一家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平台 相比之下 同温社交媒体股的Meta Platforms股价 在此期间上涨了近300% 周一 也就是换帅消息宣布当天 该股收跌2.7% 尽管盘中一度大涨近10% 该公司在2019年 还停止了其月活用户报告 其月活数据在3亿左右停滞不前 而当时飞苏客有大约25亿月活用户 作为新任CEO 阿格拉瓦尔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推特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 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 其目标是到2023年底 拥有3.15亿可货币化的日活用户 并在2023年将年营收至少翻一番 他和他的公司经常表示 他们至少有5年的投资期限 并承认他们瞄准的颠覆性公司往往是不稳定的